美國照樣會下重拳的 它拿它去製作客名單裏面 叫做entity list 證明我忘了叫什麽清單 美國照樣會下這張清單之後 美國公司如果以法律來計 美國個人根本就不容許投資 中共當然要顯示給它看 所以過了國安法之後香港一樣可以正常運行 而且可以做全世界最大的IPO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衝突 中美衝突 因為如果中共成功的話 證明美國控制不了它 這個不僅是資本的問題 有美元霸權的問題 所以這件事很嚴重 我看美國還會出重招 我早聽到我有時跟它們都有來往 它們說如果有需要的話 分分鐘港元和美元脫鉤 為了這件事 現在大家都看著我看著你 現在不斷出緊招 很嚴重這件事 這件事因為要脫鉤是很大件事 要財政部美國幾個部門 現在可以這麼說美國有四個部門 四個至五個部門 是在搞這件螞蟻甘服 包括國防部 不知道但起碼美國銀行 美國的投行已經警告它了 原本有間City Bank 是在花卿銀行都做的 做爆銷現在後來推出 然後有另一間 那間美國 Credit Suisse 瑞順就補上去 逐步逐步我看那幾間美國的投行 就受很大壓力 兩間摩根和高盛 就很大壓力 但他們過去那二五三十年 就是賺了中國很多錢 中國的上市和合併收購 賺了很多錢 他們兩邊又是好像匯豐那樣 結閉中間 美國政府和中共結閉這班銀行 那些基金是中彈 所以他們都很難做 不過現在無辦法不來搞這些事 永遠都是每次有戰爭那些 當然有一班人結閉中間 那些利益集中 現在起碼說萬億美金進來 為了出投這個IPO 即營購這個IPO 所以那些錢很厲害 搞到人民幣都漲了 但這就是有風險 因為它要換港幣才可以做營購 如果你說港幣和美金脫鉤的話 但港幣一跌的話就很大損失 在匯率那裡很大損失 這件事他們個個都自己都在想 但現在的身大身小個個都在想 如果中共在香港融資出了少許問題的話 比例上海可能融資多些 IPO多些 香港可能少些 這個比例可能會變 不是,螞蟻金埔它是吸收外匯 它不是出錢的,它是收錢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 它因為螞蟻金埔的上 它譬如三百億美金 或者三百四億美金 那些錢一收收到 它就趕快給中國人民銀行 它變成有外匯的進場 它希望吸到外國的錢 它自己最重要吸到外國 例如美國、歐洲、日本 香港本身都會去投 去應購,所以它希望可以吸到境外的錢 在外匯那邊就變成有進益 有收益 那些投行就不投資 它就叫那些基金來投資 美國有很多基金,海外有很多基金 有些保險基金、退休基金 它們的錢來投 所以很多錢 如果它們看好 這場仗還在打,還要打兩個星期左右 到月底才知道 你不讓它擺地攤兩億多人失業 它那些數不算,因為那些以前是農民工 叫它們回去農,回去鄉下 那些人不報,兩億多人,那些人沒事做 怎辦,讓它擺地攤 實際整個經濟根本是一頭一頭 失業是主題,兩億人失業 你想想出口少了多少 現在全世界經濟這樣,哪裡有生意 說4點多GDP上升,壓你 負二十就差不多了,什麼時候做震 到今時今日的疫症也是單位數,你信不信 沒有,它就死定了 當日六零年的時候,餓死多少人 它有無所謂,又不是它死 它是黨員沒事的,它有多少領導沒事 死他們死老百姓,老百姓死了連知都未知 報都不給你報,那時死了幾千萬人就不死了 它根本有打架敗法,它根本不理你死活 它不是我們,不是我們外國,死了很大件事 它死了幾千萬人,過了很多年 過了二十年後才發現那些數字 不是香港官員,他們已經等於共產黨派過來市長書記 它根本已經不是代表香港人,由頭到尾 那時候選特首的時候,它就說自己是香港人 現在過了國安法之後,它就直接完全不遮掩 直接就是共產黨的官員,派香港官員,它說什麼就做什麼 其它根本完全香港那套已經完了,所以你們不要 還想著,哎呀還是以前,那些林樂會不是傻仔 以為去到林樂會還有話說,人家那些施政報告 都免在立法局裏做,人家根本已經當是同中 特朗普都說了,一國一制已經沒有了一國兩制 就不要以為還有一國兩制,我們香港人有時有時 不知為何,即他不適應,不知現在共產黨已經截管了香港 現在等於被敵人佔領了,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變成就是抗爭,唯一我們在海外可以做到的事 希望美國人可以做到的事,但老實說香港有什麼抗爭 你又無槍無炮,警察全部是他的,法官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再拿你五點的話,就拿到你拋人去大陸就送中了 根本現在是一個淪陷區,你們一定要搞清楚 完全不是一個以前的香港,國安法過了就不是以前的香港 我看蓬佩奧差不多每三天提一次香港,每三天提一次香港 美國國務院我跟他們有聯絡,例如有些人走到台灣 我都在幫他們怎樣來美國,我覺得全世界沒有忘記香港 我這邊推近所有支持國安法和執行國安法的人 我們香港那些不讓他們進去那39個國家,我當然要時間 要美國來跟那38個國家一起談,這件事我正在做 其他事,最後我們希望要特朗普選不選連任,有距離打擊中共 他一定要打擊,現在美國已經傳出來,這個疫情要中共 賠償20萬億美金,天文數字,有些像那時 八個聯絡要求中共賠償,20萬億美金要求中共賠償,當然這些是開價 最後搞到最後談判或衝突後談判,這就是一個過程 價錢已經開始開出來了 我在華盛頓參加,問題是你一定要對中共只是跟它講無用的 一定要有些東西威脅它,我看看美國,現在還未到這個時候 所以那十二人有一段時間坐,但沒什麼身邊危險 他們又不敢傷害他們,那就不用怕,但你十二人 老實說現在我們香港人任它如玉,根本沒什麼大辦法 唯一就是靠美國,靠其他國家來抵制中共,這些東西漲漲 都是要在國際法庭告它,這樣下去,根本是延造違反人權 在香港拉人去中國海域,然後跟著禁錮了它們 所以我由頭到尾叫它綁票,這就是一種綁票,綁架,不是綁票,綁架 我華盛頓要搞定的,開始搞39個國家,就是拿香港這班建制派 正作為不受歡迎的人,不希望做到它們39個國家都不讓它們入境